对帽子情有独钟的这奶奶 光是一个房间里的收藏就有上百顶 其中最特别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两顶了 话说当初和空大的缘起虽然已事隔三十多年 但是奶奶的记忆仍然非常清晰 当初我民国七十五年的时候 空大事半然后被社会所肯定 所以空大的特殊的功能 是其他的大学没有办法取代的 这个是媒体的对空大的肯定 然后民国七十六年正式开播 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 我就赶快去报名 那个时候报名的地点收到四大附中 就在我的信义路的四大附中 结果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 全部都是动用了好多志工 在那边输血 结果四大附中有点这样涨水 我就趁着上排队 排了好长 排了大概一两个钟头 才等到我去报名 对一位家庭主妇来说 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 因为成为选修生的当下 奶奶已经六十岁了 生于民国十六年的郑奶奶 童年时期正值中日抗战 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时代 在黄明化的政策之下 奶奶自小接触的都是日文 一点中文基础都没有 但她的中文底子 都是靠自学而来的 这样的学习 能够衔接大学的课业吗 那个时候 因为我的这个 从小受入本教育 所以我的英文中文的程度 不很好 也没有任何的基础 这个空打有一个最特殊的功能 万一你被打了 可以再重修 温古之心 温古之心的那种快乐 我在空打感觉到最让我难忘的就是 当我吸收新知识的时候的那种 惊喜那种感动 空打很公平啊 考试我就考了59.4分 老师再给我0.1分 59.5分 不是四搜五路 我就60分 我就够了嘛 但是我不去了 我越错越 我再重修 我说 有一个左右鸣 人一次 一年之 我十之 人家念一遍就懂了 我 念十遍 从空大的选修生 到成为全修生 奶奶一路朝着目标 以自己的速度前进着 经过16年的挑战 奶奶终于在民国92年 从人文学系毕业了 隔年之后 马上又开始修读空大的生活科学系 到底是什么因素吸引了她呢 念空打感到好幸福 要有福气的人 才念空打 念空打 常常是我福至心灵 心灵里面有一种福气 念空打的人 是有福气的人 所以这个都是空打给我的 所以我好感谢 我就像一个 寇求知识的宝宝 离不开空打 这个能够滋养的 鲁兹的母亲 念空打让我得到培育 让我得到滋养 身心灵都与统合 安顿满足和温暖 生活有目标 念空打 我没有很少生病 几乎连都没有生病 所以我家人也很感谢空打 他没有照顾我这个老年人的压力 我很幸运也很感谢空打 让我今年能够升科学毕业 感恩陈松伯校长 还有台北中心的吴主任 还有升科学的主任 校长给我剖析 这个我一生的殊荣 难以报答 我爱我师 师长是我的偶像 我会永远明刻到心板上 我会时时刻刻的感恩 中文字幕提供